未來,我當總統 我值得會持續挹注公務預算 讓勞保基金可以存續以外 政府會負最後的責任 換句話說,只要政府在 勞保基金就不會倒 那至於退休金的方面 我個人完全支持 資方獲利應該分配 分潤更多給勞工 不管是增加薪水 改善勞動條件 或者是退休 退休的這個 資方的6%的提搏 都應該要有更進步 換句話說,我未來 我除了會發展經濟 帶動就業機會 提高薪資 從而能夠讓勞工的退休生活 更有保障以外 我也會建立一套 鼓勵的機制 讓資方的提搏 能夠高於6% 我也會建立一套 鼓勵的機制 讓勞工也可以 也可以自體 因為目前勞工自體的比例 才13% 才13% 更重要的是 我們 未來我會 來舉辦 勞方跟資方 還有社會各界的經濟發展會議 促成勞資 可以魚幫水 水幫魚 讓經濟更加發展 讓薪資可以提升 讓勞工權益 可以獲得更好的保障 退休生活也會更好 大家都知道 年改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不年改 軍公教不年改 恐怕新進的軍公教人員 就已經領不到退休金 所以不僅把前總統重視 那蔡總統也重視 差別當然就在於 誰完成這個事情 當然完成這個事情 不然為國家社會 做了一件事情 當然也背負了 許多 這一個不滿 不過政府本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基於國家社會的需要 對的事情 就應該要有道德勇具去進行 並沒有特別考量到選舉的問題 那未來我如果當總統 我一定會去解決